我是文化一區承襲醫院 今天我來為我屬林的母親來做見證 75年的時候 我們就成立一個教育房 成立一個舊牌 舊牌的以前 在民雨區我就看到我屬林的媽媽 跟屬林的母親 前面就有認識 當我們在台語的時候 更認識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是從民族路橋到屬林方華路 就是我們一個舊牌 那做舊牌的人不少 唯獨他那個五師母五弟兄 跟一個民族路的乙弟兄李佩恩 他們兩個家 比較會供應我們 也比較幫助一些比較貧窮寡 家裡比較當勃的人 師母都會跟弟兄在背後講 弟兄就會公開的在請主 台語有交通 那就說有什麼困難的 因為你就講出來 那時候我就很年輕的時候 就在這排語服飾 跟龐文一種弟兄配搭 很限制 所以說 那時候我們的排語有一個 劉皇諾編姊妹 她是一個寡婦 我們的老弟兄 吳寶 她非常的看重她 因為這個師母很單純 還很囂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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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輸到高中 一陣子開的也會交通 她說姨妹 她就叫她 浩子浩子浩子 他說浩子 這要怎麼來 扶持這個雞 看過這個雞 很奇妙的主 一個是李弟兄 是山東人 我們 吳寺波弟兄 是閩南女人 結果他們兩個都有共識 一交通兩個都是同情合一 來服侍我們這個牌 軟弱的人 當時我們的寡婦 室有五個孩子 三個女兒 兩個兒子 他這樣很年輕來照顧這個家 他沒有什麼能力 也沒有什麼財力 古弟兄 古師母就很看重他們 就施壓一直幫他 有一天他就跟我講 弟妹這樣一直幫他不是問題 要他自己能學釣魚 能工作 那時候我就跟他介紹 在那個中正路一個習遠科 習德文遠科 他的姊妹是我們的同校 我幫他進去工作 維持這個家 維持這樣的機會 所以我們五弟兄 五師母在這個教會中 真的很照顧 包括我也是一樣 我本身我很年輕 嫁給我弟兄 我弟兄大 我十六歲 當時的時候 我有四個孩子 師父也是跟我說 因為你要好好照顧家 弟兄跑床不容易 賺錢也不容易 你又這麼年輕 又不識字 沒有福書 你要加倍的 在主的面前 追求 極力的追求 你才會把這個家 見證出來 因為信主人就是家 宜家也會見證 你假如沒有見證的話 你沒有辦法走主這條路 人家看不到你身上 滿有基督信香之氣 主啊 來感謝主 你的弟兄師母 的代表跟教導 讓我這個人 一生活在教會中 做成龍方弟兄照顧啊 說那個五師兄 前個月兩個月 我們也是佩達在服事 我很感謝主 主給我的恩典 老弟兄老師母的二代 現在我們難以慶得群主 大部分都是二代 但是感謝主 主就是這樣的憐憫我 讓我在身體上 都綁得緊緊的 耶耶耶 主要說啊 當他們來成全我 讓我這個人 在教會 能夠有這樣的蒙恩 我還會為我們五師母 做一個見證 前幾年 我們在蓋奉章會所 我看望的時候 他就跟我講 姨妹你知道嗎 曹公會所需要錢 你知道嗎 我說我知道 我也後線兩次啊 結果媽媽說 你有的話 你要為主來 那個你的孩子都不錯 他就這樣跟我講 我說好 謝謝媽媽的交叉 跟交通 實在媽媽是一個經理的媽媽 他無論在教會中 呼吸寡婦啊 呼吸軟弱的人 呼吸我這個 只有一個女人 沉了一個家 媽媽也是為我禱告 扶持我 真的感謝 我們今天能夠蒙恩在主的面前 實在是這些背後 為我們禱告的年長的弟兄姊妹 實在感謝主啊 我們當時能夠蒙恩在主的面前 我們的母親自私對呀 安對呀 我們是蠻有胖胖的 將來顯現的時候 我們也要 要與他一同顯現在榮耀裡 Amen Amen